父子同台太夸张 尽快对麻烦大的国王暴龙 笑语简评 哈喽你好我是姜妮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尽快跟国王队的交易案 另外还有削语的部分 不过在此之前先要恭喜胡人队 因为今天胡人队是选进来的 Bron James的儿子Bronnie James 所以父子同队同台的画面真的出现了 大家知道的是这是NBA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画面 实际上虽然我自己不是胡人队的球迷 我是胡人死对头绿山军的球迷 可是当我看到这样的画面时 其实我是蛮感动的 毕竟过去的NBA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即便你不是Bron James的球迷 你是所谓的战黑 我也希望你在今天先抛开这样的想法 好感受一下这温暖的一刻 好至于胡人的部分 我们后面再来补充 这里我们先来聊国王队 今天国王队是跟霸王队完成了一笔交样 国王队是送走的后场拳人Mitchell 前场拳人Valenkov 再加上一个赤轮签 得到霸王队的前场拳人McDaniels 这位JeranMcDaniels 其实就是目前人在霸王队的大索 JeranMcDaniels的哥哥 虽然目前他的弟弟JeranMcDaniels的知名度比较高 不过这里我想要讲的是 这一笔交样 其实国王队操作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国王队的立场 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国王队的薪资表 24-25赛季密球的薪资是640万 以外Valenkov的薪资是660万 这里要注意的是 日前国王队已经跟曼可完成续约了 所以在交易之前 其实国王队的薪资是将近1.7亿 不过因为今年国王队 是用第13孙会选进的后场球员卡特 再加上我们之前有提过 这支球队的后场球员非常多 比方说在六马队打得不错的 Dorate到国王队之后是没有上场时间的 另外上个赛季的球季末Alyce的表现非常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送走密球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毕竟球队后场球员非常多 另外身高69的Valenkov则是一位 有外线能力的球员 画面上看得很清楚 上个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有3x7 不过他的防守在场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他的速度其实并不快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王队把他送走 拿回速度相对比较出色的 My Daniels这个部分也可以理解 身高69可以防守多个位置的他 其实对国王队来说非常的重要 因为接下来国王队还有可能会进行交易 交易的权利可能是Harrison Barnes 又或者是Kevin Hurt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先补强风险的战力 这个部分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 My Daniels的薪资 下格赛季只有470万 换句话说 国王在这笔交易案中 节省了将近900万的薪资 目前团队薪资 再加上曼和的合约之后 大概是落在1.62亿左右 所以这笔交易案 其实国王队操作得非常的漂亮 也就是把用不到的球员给清一清 另外保留补强的条款以及空间 这里指的是全额中产跟双年特例 另外My Daniels虽然不是一名合格的3D球员 毕竟神亚三名球员命中率只有3成2 可是以他的身高跟体能条件 要进入国王队的时能 轮化名单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又或者我们刚才说 薪资只有470万的他 对国王队来说风险并不大 至于棒队的部分相对简单 因为Gary Chiener跟Bruce Brown 会不会留在这支球队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拿回年轻的咪球店看看 这个部分可以理解 对面刚刚我们提到 Velenkov是一个有外线能力的常人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 就算棒队接下来自己用不到 也都还有操作交易的空间 好接着买掉金块 今年金块队不但寻求2.8失败 而且现阶段看起来 这支球队的问题非常多 接着我们就来关心一下金块队的状况 第一个消息是金块队的二当家 Jomamory跟球队完成了一份续约 合约内容是4年2.09亿 换句话说军薪超过了5000万 第二个新闻就是 球队的3D球员KCP 他是跳出的球员选项 而且目前传出包括 球员魔术甚至是独行侠 都对KCP有兴趣 这一点对薪资已经爆炸的金块队来说 绝对不会是好消息 第三个消息就是 尽快把板凳上 唯一有火力输出的球员 Rage Jackson给送到了黄蜂队 换句话说 替补战力本来就不加的金块队 在做出这一比较一样之后 下个赛季球队的板凳战力 会是这支球队非常大的考验 好接着我们就来聊一下 为什么这支球队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金块队原本的薪资 下个赛季团队薪资高达1.9亿 所以这支球队也超过了第二条薪资硬上线 这也代表着这支球队没有任何条款可以进行补强 要补强请透过交易或者是用底薪补 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下个赛季薪资1500万的KCP 他目前是跳出全选项 换句话说下个赛季他的薪资一定会高于这个数字 而全民都知道金块是一支相对超先发 跟依赖先发的球队 更直白说即便替补战力很重要 可是金块能不能夺冠的关键 还是要看先发五虎是不是还一起打球 所以在当情况之下小城市的金块队 也只能透过省钱的方式 也就是清掉瑞基杰克森的合约来全力留下KCP 另外4区杰克森对球队来说当然非常的可惜 不过球迷要知道的是 其实今年季后赛的杰克森的表现并不算理想 整个季后赛的场军得分只有3.5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金块的西装族做出这样的操作 老实说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在他金块的立场 如果可以留下KCP的话 对球队来说当然是好事 不过这里我想要讲的是 如果他的薪资要2000万以上的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金块队其实不用强留 毕竟只靠先发战力要在季后赛中走得远 我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 另外球迷别忘了 只靠先发战力的意思就是你的容错率比较低 简单说你只要有一名先发权是受伤的 或者是打不好的话 那么球队输球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如果KCP要的薪资是超过2000万以上的话 那么我个人并不支持球队留下KCP 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如果这支球队无法留下KCP的话 那么下个赛季的团队的薪资 在扣掉KCP跟Jackson的合约之后 会降到只有1.7亿 换句话说 如果球队可以把下个赛季薪资800万的Nedge给送走 那么这支球队在薪资的部分就不会这么的紧张 而且球队也还有中产可以进行补强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清掉Jackson的合约队 尽快来说是一个禁可攻退可守的手段 实际上不管接下来可不可以顺利的留下KCP 我个人认为Nedge的合约都要清掉 另外我自己的看法 明年修赛季对精快来说会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Golden的合约到了 这里要追的是目前才28、9岁的Golden 在明年修赛季 一定会引起多支球队的追逐 毕竟他不但是目前各球队都想要的风险球员 而且他的防守能力或者是大赛经验 也会是各球队所追逐的目标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 他的薪资一定会高于3000万 所以明年修赛季我个人认为对精快来说 会是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总管要决定这样的阵容到底猜不猜 好接着我们络回来聊一下胡人队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在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父子同台的画面 虽然过去美国职棒有出现过这么感人的画面 那就是Ken Griffith Jr.跟他爸爸 可是放眼整个NBA历史上 真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而且更难得的是目前Bronny跟The Brown James 是同队的情况并不是只有同场 换句话说接下来球迷有机会看到 The Brown James助攻给Bronny投进3分球 或者是灌篮的画面 所以现阶段基本上我们既可以预期 下个赛季这次高人气的球队 将会有更多媒体的关注 因为大家都想要捕捉这历史的一刻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你是不是混得球迷 又或者是不是The Brown James的球迷都没关系 我希望球迷都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情来看待这个事情 那就是享受当下的氛围 因为我个人认为要再出现另外一对 父子同台的画面真的太难了 这里我们来聊一下有多难 第一个条件是爸爸必须要打得久 The Brown James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21个赛季了 下个赛季准备迎接生涯的第22个赛季 各位观众你要知道是一名全在NBA 如果可以打超过15个赛季就算非常非常厉害了 更别提目前The Brown James 已经在迎接生涯的第22个赛季了 另外儿子的表现也不能太差 毕竟NBA是一个商业联盟 一切以实力为主 所以外来的NBA真的还会再出现另外一对 父子同台的画面吗? 我个人支持保留的态度 另外这里我想要跟Bronnie讲的是 因为你的爸爸是The Brown James 这也表示媒体跟球迷都会用放大镜来检视你 而且你加入的是豪门球队胡人队 这是一支高人气高关注度的球队 所以希望你不只可以好好的努力打球 更重要的是心理素质跟心理建设一定要调整好 因为在胡人队打球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好接着我们来聊一下胡人队 昨天胡人队在选秀会上是选进了Connect这位射手 这一次的选秀对胡人队来说非常的幸运 因为这名射手在选秀会之前一般预测 他可能会在前十顺位就被挑走 可是最终胡人队是在第17顺位把他选走 所以这一次的选秀对胡人队来说当然非常的幸运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应该会非常适合胡人队 因为目前胡人队的总教练过去也是射手出身的 那就是JJ Redick 换句话说他一定知道该如何使用这名新秀 所以我其实对这名新秀在进攻端上有着非常高的期待 可是目前胡人队的阵容需要做出一点调整 因为今年的两个选秀都是选进了后场球员 也因为这样的情况 所以目前胡人队的后场球员是爆炸多的情况 因此我自己的看法胡人队接下来应该可以把用不到的后场球员给清一清 进而让球队的团队战力更平均 好恭喜Bronny终于进入了MBA跟爸爸同队了 接着就要看看你的第一个进球是不是爸爸传出的助攻 这里要讲的是胡人球员 不要跟LeBronny终于抢这个数据哦 好以上就是我对清快跟国防队交易案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于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呢也记得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的聊MBA吧 拜拜